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20年5月1号 星期五 农历市4月初九 好 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喂 楼台长是吗 是 你好 楼台长师傅是吗 刚刚先去山山师傅 师傅我想请问师傅帮我写一个梦 最近有梦到 就是我好像在一个海 可以走在海上 走连着一个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就拿着鱼杆钓鱼 他就钓好了 他一放下去就钓到一条鱼 他就钓给我 包括那个鱼杆 给我拿了 我就看到那个鱼在钓很可怜 后来有另外一个人 就拿一个桶 装着鱼的 我就放下去以后 我就觉得他 他的嘴巴被鱼勾住很可怜 我就跟那条鱼讲 你不要动可以吗 我帮你把那个鱼 拿掉 然后他就回答我说 好 就有这个梦境 是代表什么 叫你救了 叫你放生了 有很多的鱼 你要知道很多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 嘴巴 这辈子 比方说有那种不好的东西 对 我们时常 全家人时常有放生 有带中国的时常 带我们放生 就是放生的时候 要多多的 多多的有怜悯心 要慈悲心 你知道放下去的鱼 有很多的鱼嘴巴都被钩子钩过的 对 很可怜的 所以人家说 我就在梦中 人家这个嘴巴上如果有点 有点豁的 对不对啊 像这种人家过去说 都是上辈子有钓过鱼的人 哦 对对对 明白吗 就是在梦中 就是感觉很可怜 我是跟他讲的 他也回答我 他说好的 我说你不要动 我怕被他咬我 就算你不要动 可以吗 因为你要记住了 很多鱼都会有语言的呀 因为当你进入 当你进入这种 下面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你的很多的语言 他们就能接受了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明白 师傅也感恩 师傅和我太太 师傅时常有在梦 师傅时常在梦里 来看我们 加持啊 那你肯定加持 对 因为我太太最近也是 有梦到 师傅来我们家 来我们家做客 还有新加坡的两位师兄 很发喜 就上来我们家做客 还带我们家吃 法生啊 法生很厉害 真的 法生可以到处口 对 新加坡的父子人啊 清理师兄 还有另外一个师兄 三个人 来我们家 很发展开 对啊 我告诉你 法生到处可以跑的 很厉害的 明白了吗 对 好吧 嗯 嗯 嗯 师傅 师傅可以 感应一下吗 因为我们之前有 我太太有声文 就是 改名字 因为 已经两年多了 但是我们就是 不懂 这声文会不会成功 师傅 可以感应一下吗 成功了呀 早就成功了 蛤 早就成功了 嗯 哦 谢谢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我们那时是在观音堂 新加坡的观音堂 成功了 早就成功了 师傅 有一次 我们已经 就是 已经许愿重生测速了 我的眼睛 那时有打给师傅 我很久以前师傅 应该是五年前 第一次打通师傅的电话 看图腾 那时我有请师傅 帮我看我的图腾的颜色 那时我有点紧张 那时想 应该是1969年 但是我一紧张 讲错1968年 所以我现在不懂 还是有一个阶级 阶级不懂 啊 没关系 你只要是当时是你自己 应该就没问题 就没问题 嗯 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吧 那师傅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 师傅也是要多照顾好身体 好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你 好 师傅 好 再见 好 师傅 拜拜 喂 你好 喂 师傅 嗯 打通了 弟弟给师傅请安 嗯 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 各自的乐章 各自的悲 不要师傅悲 嗯 嗯 请师傅心情几个梦 嗯 同学晚上 上清香 祈求菩萨保佑 身体健康 开智慧 事业成功 化解和老公的二人 当晚就有梦境 坐在老公的电动车后面 同学打着散 散 挡住了风雨 请师傅结梦 你坐在老公的电动车后面 是不是 对对对 想干嘛讲啊 嗯 他是 呃 是做梦 说 坐在老公的电动车后面 同学打着散 散 挡住了风雨 好 是这样 是这样 是 他帮他老公背叶了呀 哦 遮风挡雨啊 听不懂啊 哦哦哦 那 要他帮他老公念小房子吗 是啊 哦 好的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梦 同学在 没有不是念小房子 他已经 已经帮他老公背了 哦 嗯 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这当然一帮助他们继续背了 没有没办法 哦 明白了吧 嗯 哦 明白 好的 白恩师傅 下一个 同学在念经达等时 梦见观祭菩萨面前 有一个香炉 意念中香炉里面有一片 百合花的叶子 烧着了 冒着千烟 还有一些 是火苗 见识当中 自己家中的佛台上 只供了一个香炉 请师傅展望 只供了一个什么香炉是吧 哎 对 他是梦到观祭菩萨面前 有一个香炉 嗯 这是 应该是跟观祭菩萨有感应啊 这是好梦 好梦啊 好的 感恩师傅 带个同学的女儿在读高中 梦见观祭菩萨 叫她赶紧去度人 正确实中 孩子只有17岁 时不时跟着妈妈 一起念经历小房子 经历放开去 她也给师傅放生 许愿十五天做 请师傅解冒 嗯 那还不懂啊 这就很简单了呀 嗯 你比方说 啊 比方说 叫菩萨叫她去度人的话 就说明她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度呀 哦 这样子 并不是叫她放弃学业到处去度人 不是的呀 就是顺便 她在她身边已经有一个人可以度了呀 哦 是这样子 好的我让她听录音 感恩师傅 下一个同学年前为打她的孩子念了23小房子 放到心上怀里 抱这个小女孩很漂亮也很开心 请问这个孩子算超度者了吗 谁抱着这个孩子 她老公 她老公是吧 嗯 不认识的这个孩子 呃 是 对不认识的 抱这个小女孩 啊 那应该是 应该是超度者了 算超度者了对吧 对对应该超度者了 哦 好的感恩师傅 下一个就同 有位同修做梦 一个佛友打电话给师傅分享 每天喝偶尖 百米粥 你就喝了一个月 身体各方面都好了 师傅也说这样吃很好 请师傅觉梦 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吃喝这个粥啊 嗯 哦 就是让做梦的同修多喝一点这个粥对吧 对对对 嗯 他确实是脂胃不太好 嗯 要可能是真的肠胃要出问题 一般的师傅法生如果去的话 一定有道理的 百分之一百的 好吧 叫他要 真的要喝点这方面粥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请师傅再开始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当今年大了 功德做的不多 那我们可以提前化解 若干年以后 比如十年 二十年以后的 酸肉节关节吗 嗯 你功德不够你怎么化解啊 就是 担心您自大了 功德做不多 那我们可以提前化解吗 听不懂啊 再讲一遍 就是 我们担心您自大了以后 功德做不多了嘛 嗯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比较 哦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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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可以化解 比如说二十年以后 五十六啊 五十九岁的关节就可以的 对吧 对啊 但是问题你要是他提早爆发 你也就是麻烦了 哦 就也会提前提活的 会了 会了呀 你因为求的是五十几岁啊 六十几岁的东西嘛 他提早呀 哦 哦 那还是要分不然 就是说能做功德的时候 尽量多做一点 对 因为你有功德 他的业就消掉了呀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就是说 嗯 可以把他这菩萨四十字印在师父照片上 放在小佛台上一起供吗 你就供了 你就小佛台你想供多少都可以 只是说你你为什么要放在师父照片后面 不要啊 就把太岁菩萨四个字印在了师父照片上 然后放在小佛台上 哦 不要不要不要 你就专门你就专门 专门放四个字太岁菩萨就好了嘛 嗯 哦 是可以的对吧 可以的都可以 你小佛台放了跟大佛台一样缩小版都可以的呀 哦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父开始 那个 一直带一位同学读一段分享可以吗 可以讲吧 哦 好的感恩师父 就是我第一人称带读 然后个人也让个人背 不让师父背 然后名字就叫 不争就实就灾难了你 唯有说到 感恩老门大悲就可救了 广大感关心屠下 感恩老店不怕屠下感恩师父 我是几年前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 同时介绍心灵法门很灵验 命送节节度可以化解夫妻二元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开始命送基本功课和节节度 真的把男朋友念回来 后来结婚了 由于这一段灵验 这几年我一直断断继续命送资本功课 不念小房子 平时就买买到下雨放生 以为这就是心灵法门了 忙于工作赚钱和享受生活 追着追看电视连续剧 身边的一位师兄 一直提醒我要念小房子还债 否则369月账 爆发会有灾难 我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里 天有不测分云 2019年10月29号 我和妈妈出门买菜 刚走没200米云一辆倒车的面包车 差点相撞 我紧接刹车 把自己摔下了渡动车 摔到了马路中央 被渡渡冲压住了足底膝带下 我的小大肩脸都是伤 腿根本无法用力 剧痛无比 我意识到骨折了 上市时机也逃逸了 正如师兄总说 我的36岁业障急行爆发了 被送到医院后 医生说伤的太重 骨折全部断了 因为肿痛无法 肿痛发烧无法手术 我不停地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然后业力现前 我还是在病房 活活忍受了16天的疼痛 才可以手术 手术的前一个晚上 慢到一顿 穿着金色和白色衣服 使得了独自的观世音菩萨一道金光 从天熬降 叫我不要害怕 后来手术成功 经历过这次生死前了 我想起了师兄的话 应借不还身体受到 就重新拿起了金属和小房子 再给你金还债 师兄说 还好你这子年 还念了一点功课和放身 菩萨还保佑着你 观世音菩萨在我最悲苦的时候 梦中简灵救苦救难 真的很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一直以后一定好好修 自助助人 请大家与我为戒 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持续云雅 承修自己的乐障自己悲 感恩师父 最怕的就是这种人 菩萨保佑了他之后 他不好好精进了 他碰到下一个节 他逃不过来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家里 最近要修地板 你存了一笔钱 把地板修好了 你不存钱了 等到房顶又漏了呢 对的对的 好了 师父说的很有道理 我让他听录音 嗯 师父背包拍子两句吧 让我好好改毛病 你 什么毛病啊 你什么毛病 就是信不定 嗯 对的 什么事情都信不定 讲讲这个 讲讲那个 这里听听那里听听的 修心要碌碌不动 要定得下来 听不懂啊 啊 听懂啊 师父那我要怎么做 要让心定一点 我也一直很困惑 念信经呀 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坐在那里自己看好 一个小时 就坐在那里念经 不要找任何理由 一会跑过去 一会跑过来的 哦 师父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这个毛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叫该怎么办 连自己毛病都改不了 你还能修心啊 啊 好的我知道了 我一定努力改 十多 啊 你说你现在跟着菩萨在一起 你不能想做人的事情 就做人的事情啊 这毛病那么改不了的话 你怎么做菩萨 菩萨怎么带着你啊 啊 明白师父 好了 我一定努力改 好的 好的感恩师父 嗯 好就这样 今天忘记忘完了 感恩师父再见 喂你好 哈喽 啊 你好 请讲 啊 梦里看电风景 都有一道台风 从修医院这道台风 是在自己人间里面 从修医院看到那里都会有彩虹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才答应 这个梦的意思就是你看到彩虹就是有前途啦 看见彩虹就是有一段之间你会很顺利啦 哦 是好梦啦 当然是好梦啦 当然是好梦啦 这个也是同学的第二个梦 梦有人创了一搭壮色项链 这些壮色项链 只几千万每天到梦人手下 然后全部捐出去 这个呢 这个好不好呢 这个也是好梦 这个人在梦中他知道 这个好的项链 很值之 这么多的钱他都捐出去 说明这个人的心很善良 他经过了梦考 好 哦明白 太短 他是好像我听到我朋友讲 他现在小房子不会用蓝笔写小房子嘛 不好啊 谁叫你用蓝笔写的啦 哦 我一直来是用蓝笔哦 蓝笔不如黑笔好啊 哦 他是敢用黑笔的 不过蓝笔也可以的呀 也可以 不如黑笔好啊 黑笔是属于 兼顾不破的 明白吗 哦 兼顾不破的 哦 明白 海胆 同学问可不可以帮只有三个月大的婴儿 认创小房子 可以 有什么要注意的 白天比较好一点 没有三个月大的婴儿啊 对啊 你给他念的时候白天念比较好一点 听不懂啊 哦明白 嗯 同学生睡 婴儿到日月晚不能安然屋睡 晚晚要等到半月三四点才屋睡 有什么办法呢 师傅 什么办法 因为白天睡得太多了呀 啊 听得懂啊 那就是小婴儿来的 婴儿来的 对啊 虽然这个婴儿也要睡十二小时以上 但是你真的睡得太多的话 他也会晚上睡不着的呀 哦明白 嗯 嗯 同学生心婴儿半月哭到会惹灵性 有这个作法吗 半夜哭闹会惹灵性 不是会惹灵性 半夜哭闹已经看见灵性了 啊 看见灵性明白 熟的小婴儿 熟的小房子还可以认识什么机文 让婴儿点小苦闹 大悲咒呀 大悲咒啊 明白 知乎同学可不可以在婴儿身边 帮放百人和上大悲咒 可以 可以啊 嗯 不要放的太小 不要放的太小 啊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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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为他说光动,佛墓会不会很低,每当已即时,佛墓常常避水,有打算要侵盆,各两千求了关系御扶杀,希望能找到能帮忙侵盆,各千丛包你拿出镜子去看电镜子顿东越了,是否暗示不须侵盆,他想他拿出包你拿出镜子破了,是否不可以侵盆呢? 没有了,如果,如果,如果他在梦中这个现实当中这个坟老滴水的话,他还不如欠坟呢 哦,明白,他讲的不欠坟,请抓门坟地的人全处修行好吗?还是要欠坟比较好?还是 都可以,两种方法随便答吧,总比不弄好 那要念几张经文组合,要计很多 小房子一般念二十七章 哦,是一般一般念还是什么?一般一般念 哦,明白,这些是梦,大哥、崔鹏的同事做的 在位租中一早醒来时,他讲梦道和两行人到一个墓地,走到班路时遇到十分 冯水师就这个,冯水师就这个,冯水师是宝地,这是龙头,这批鼻梁 冯水把,冯水师把这块地虫比较学不满意,就选较,就选较比较高的平地,就是现代龙的生长平地 有啊,他已经,他已经过世了是不是啦? 啊,那个,没有,那个墓墓是,他没有讲是谁的 修墓墓啊,看见墓墓有问题,肯定要修的 哦,明白 从此接下来觉得,选择龙石上的墓地一个人寻风水 请师兄帮忙变墓地,师兄很不乐观 觉得价钱不好,很难找工人做 请师傅提示,这位师兄是装出工程的 一想,他想要弄工作,到外地工作好不好呢? 嗯,他梦到这个,做到这个梦 做到坟地的梦 啊,坟地的梦不好呀 啊 做着梦,做到坟地的梦就不好呀 哦,这种梦不好,明白 师傅,从前梦到整个手很抖,这种梦好不好呢? 手很抖的话,跟他现实当中,他的血凝度太高有关系啊 哦,我明白 台湾,4月16号看图层,台湾刷这个狼海,感谢你的龙 他的名字给林青用了,小房子都给林青拿去,叫改名 台湾帮他改印一下,他现在改名张小明 不知学本也没成功 他现在改名叫什么,张小明啊 什么张啊,工厂张啊 工厂张啊 张,工厂张啊 小小的小,小明 哦,他 他没什么大问题的,好吧 都可以跑,两边都可以跑,没问题 台湾,这个是从旧发过来的,他叫我帮他分享一下,可以讲吗? 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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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你关心菩萨几个字没念了准 嗯 嗯 好了,没什么问题的 谢谢 谢谢你 没什么问题 台湾 现在我感觉身上痒是什么问题呢? 台湾 身上痒要当心啊,血液出问题啊 最近医学界讲了 如果你要生癌症的话,血液都会痒的,皮肤都会烧痒 哦 千万讲 哦,很痒啊,我是那个双心人,我是很多的血液都没有养了 哦 后来就没那么痒了,是吧?穿心莲吃的 啊,我是等差不多等蛇的去 好嘞 好嘞,血液里边有毒啊 有毒,有毒液,不好 哦 哦 明白了吗? 不是有灵性啊 不是不是不是 好吧 这样不用看,等会儿 嗯 你自己多年也得往生咒啊 哦 好吧 我每天,我每天去蛇地带 七十八倍,七十八倍往生咒 哎,好啊,好啊,好啊 哦 太阳,帮我开室两句两句 好像很敢打太阳的电话两句来 好好修啊,好好修啊 好吧 好 好 那就这样,再见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我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啊,请师傅死为开室 一些问题 请问师傅,血缘不持蛋的同修可以给家人煮鸡蛋吗? 可以 嗯,好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啊,弟子正放小火台上求菩萨加持的同时 有其他同修在和菩萨驱躬请安 那请问师傅,这样放弟子证的同修会变业吗? 一般不会 因为你弟子证是平放的,你不是竖起来的 他一般磕头都是磕竖起来的呀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有次独腾节目,师傅说有个同修,闻眼线后就倒霉 因为向原来盯住他的灵性,而且就是这个灵性让他去闻的眼线 那请问师傅这个有普遍性吗?就是说闻眼线的话就不是太好 闻过头了就不好了呀 脸如果化妆化得太厉害了就不好了呀 哦,明白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化得太厉害了就不行了 太浓了 嗯,好吧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师傅来信解答377中有一个在世的老妈妈 500张小房子,金正都是写着自己的名字 说是自己往生后用的 那师傅开市,可以给自己往生之后准备 包包好,先不要烧 那请问师傅这个具有普遍性吗? 是啊,可以的 哦,那多大 像这种,我告诉你 他有小房子的话 他都反而死不了啊 哦 因为他有功德放在那里啊 明白明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师傅,多大年龄的同修就可以开始这样做了? 你现在就可以 就像你现在问我一样,我什么时候开始锻炼身体啊? 要到老了走不动才锻炼身体啊? 你现在就要锻炼身体,锻炼起来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 那这个小房子的话就是说写给自己的名字的 这个的话没有章数的限制 是吗? 对啊,自己留在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4月19日问答节目 有一个3岁的孩子浪费粮食之后 在没有上香的时候 会在菩萨面前忏悔 师傅开示 孩子虽小 做错事情从小忏悔 菩萨,地府和天官是不会记的 在自己的智商 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之前 地府和天官一般都是比较看清的 那请问师傅 几岁以下的小孩子是属于这种情况? 5岁 哦,好的 那想请问师傅有时候 会 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有些小朋友 他小时候被 父母带去庙里的时候不太恭敬 但结果晚年就出大事情了 那这个的话 这个是太过分了呀 哦 像这个嘛 就是有的孩子在 在大 在佛堂里面 大殿里面 撒尿啊 哦 过分的 还有吗就是爬到菩萨身上去 嗯 所以过去 很多人傻傻的 弥勒佛那个像 你跑上去 左摸右摸的 不尊敬的呀 是的 你比方说一个人 他喜欢 他喜欢说跟你们 对你们好善良 整天笑嘻嘻的 你就跑上去 可以 对他不尊敬啊 对 好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师父 嗯 那如果是五岁以上 那因为惊吓或者有灵性在身上 导致魂魄不齐的话 做错事情也是会被记录的是吗 会 哦 就是只对小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也要看呢 你做什么事情啊 嗯 你跑到庙里面去撒尿的话 你前世的业障还在啊 他看得出你前世的呀 哦 现在不抱呀 以后抱呀 你五岁的时候 你做错他不会马上抱你的呀 哦 听懂了吗 还未成熟呀 机缘还不成熟呀 好了 嗯 明白了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梦见自己跳得比较高 两个不认识的人就追不到他了 请师父解梦 这说明他进步很大 把灵性都甩了 哦 明白了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睡前求菩萨托梦 之前因为感情而可能折寿的问题怎么样了 梦见自己是法师像 边敲墓语边念观心菩萨圣号 但是敲和念的配合不是很熟练 那现实中已经许愿清修 请师父解梦 说明他上辈子做过法师呀 其他没什么 哦好的明白了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梦见之前的邻居夫妻两个人还在世的 问同修要五元钱 说是帮同修做一个跟佛法有关的事情 同修虽然知道不是我们法门的做法 但是想圆融的处理 就还是给了他们两个五元钱 请师父解梦 这就是他欠人家还没还完呀 哦那像这种 以后人家如果来求他的话他要帮忙 如果人家不来了 他如果能还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他可以烧几张小房子给他们就结束了呀 嗯那这个大概是几张呢 七张十八十九张都可以 哦他们是梦中是五元钱给这个夫妻两个人 那就是说 你随便啦 你不要太小气嘛 多少几张给人家呀 哦好 这个解释所明白了 嗯那这个的话 呃祈求的时候要怎么讲 祈求的时候怎么讲 就好好讲 对就给他们夫妻呀 啊 名字呀 报名字呀 就是说给他们的药金者就可以了 对呀他名字啊 那张三的药金怎么好了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嗯 师傅那从我们出生开始 家人朋友等等 就不断的在给我们帮助 如果我们是想一事修成 那肯定是要还清债务的 那是否如果有梦境提醒 就一定要念小房子给他们的药金者 最好 如果不要你还的话 对不对啊 他帮助了你 他是来还你债的 你能感觉的出来的呀 嗯 哦明白 那就是念给其他没有学佛的人 念小房子给他们的话 还是有同学会担心 这个悲业的问题 那如果是我们本身就欠他们的话 这个悲业的话 还是会 一样悲业这不管是什么原因的 哦 你帮助别人也会悲 你拿别人的也会悲 就这么简单 嗯 悲多悲少的问题 好的好的 那师傅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知道我们可能还是欠一些家人朋友的 那我们可以用放生给他们 都可以 在没有重病的一般情况下 那海外的同修想请国内的同修帮忙带放生 一次最好不要超过多少条呢 师傅 一般的情况下 没有重病 没有重病吗 一般的一百以下都没问题的呀 一两百 两三百都没问题呀 好的 最下面一个节目是一百以下 再上面一个节目就是五百以下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开示过我们身上液胀重的地方 图腾看上去就是黑气很重 那有些同修怕液胀爆发想防范于未然 他想先做功德之后来祈求菩萨 把功德用于消黑气重的液胀 请问师傅这样可以吗 可以 黑气越重的地方 明星越多 液胀越多 嗯 好的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的孩子十多岁 念经好几年 但是现在爱追星 用手机上网课 会导致孩子看到八卦信息 父母不好控制 同修的孩子还总想和同修聊八卦 但是同修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可孩子就会有不满意 有情绪 那请问师傅父母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动自己请小自己跟他谈 一只谈不动谈两只 两只谈不动谈三只 谈到后来他会改变的呀 哦 这种要用恒心 要用耐心 哦 好的 那师傅这个追星的话 是否也是 年龄接代的孩子的一种偏性的可能 十多岁的孩子 都有这可能呢 但是你不要去追们就好了 嗯 好的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 如果只发送怎么做美味素菜的内容 没有加上吃素相关的佛学开示 这也算做功德吗 还是只是算善事 当然做功德了 这个本身就是功德呀 哦 好的 好的 明白了 那弟子读个分享嘛 师傅有点累是吗 哎 没关系 啊 啊 弟子先读个分享吧 休息一下 2018年11月 我由于感冒 脖子上感觉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甲状腺肿瘤 恶性刺激 晴天霹雳 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 其实在5月份 我在梦中就看到癌症两个字 但没有多在意 那时菩萨妈妈已经在提醒我了 而我还不知道 真是遗憾 我知道这是我累世今生做错了太多的事情 以及悲业太重 导致业障爆发了 因为之前公司举步维艰 爱人经营出现交大失误 但我深信有观星菩萨在 一定能救我们 于是在我个人自身能量不足的情况下 针对公司的事情 以及爱人大放声 许愿念经 再加上给儿女 父母念经放声 身体1000天垮了下来 疲惫不堪 软弱无力 紧张过后 我心里清楚 此时此刻只有观星菩萨能救我 我拼命的祈求许大愿 面诵1000张经文组合还债 十万遍网生咒 放声1万条黑语 49遍理佛大忏悔文 康复后现身说法 由于我业障深重 左许的愿不能抵消业障 观星菩萨和护法神菩萨在梦中点化我 放声10万条小语 面诵1500张经文组合还债 739遍理佛大忏悔文 我按照菩萨的电话 放声10万条小语 之后尽快到医院找到甲状腺肿油权威医师 这时我求观星菩萨 让最好的大夫为我治病 没找任何关系 当天挂号就预检了 为了手术保险起见 确定再做一次穿刺活检 在等待活检报告时 我的内心很镇定 我坚信观星菩萨妈妈一定会救我 让我能够留在人间 报告出来了 我拿报告的手在颤抖 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甲状腺肿瘤良性二级 奇迹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肿瘤权威专家拿着报告单 觉得不可思议 和前面几家医院前后做了 四次不同的检查结果对比 自言自语的说 怎么可能 前面几家医院做的是恶性刺激 而我们穿刺活检出来 却是良性二级 我们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多说 不会是前面检查错了吧 只有我自己知道 是菩萨妈妈救了我 由于肿瘤较大 医生建议 菩萨妈妈在梦中点画 让我科学治病 我做梦梦见一把刀 在师兄们的鼓励下 我于十二月做了切除手术 一个月后去复查 所有指标一切正常 我能结缘佛法真的很幸运 是观心菩萨妈妈 是佛法 是师父救了我 弟子发愿 今生今世 永远跟随观心菩萨修心学佛 永不停息 永远不变 永不退转 报佛恩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心菩萨和护把神原谅 请师父指证 一篇很好的忏悔文也是个体会 让更多的人能够离苦得乐 很好 好吧 好的 弟子最后还能问一个问题吗 快点了 没时间了 同修前夫因意外车祸过世17年 但同修一直做到大致相同的梦 前夫带着一家三口回来看同修 前夫感觉很惭愧对不起同修 前夫妻子面目清晰感觉也是善良人 但同修在梦中很崩溃 感觉为什么前夫这么薄情 让同修自己独自带着和前夫的两个孩子 而前夫却另外成家 醒来后梦中的感觉依然持续 他痛苦的给同修打电话时也痛哭 明知是梦境 明知一切都是虚妄 但是他无法摆脱 相信师父解梦并慈悲开示一下他应该怎么做 解脱不了想不通 老沉淀在过去的那种残渣余孽当中啊 这个人要能够学会解脱呀 解脱就不要去想了 过去的过去了 过去再怎么样做也做不回来了呀 只有经过将来不犯 才是明智之举啊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样 好吧 感恩师父 那弟子的问题 先问到这里同修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请师父保重罚体 我们都很想你 请师父加持大家平平安安 广开智慧广度有缘 好 再见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喂 你好 喂 请讲 师父 你好 师父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讲吧 啊 弟子给你请安 谢谢 我们自己的业上自己背 啊 师父 我妈妈九十多岁高龄了 是你的弟子 他每天念小房持三张左右 他年纪大了 身体技能都不好了 这两周前呢 他在院里面查出来 那个膀胱内有三公分左右的 一个肿瘤 嗯 听说他时间不多了 但他很想活着不要有病痛 一直跟医生说救救我 救救我 师父 请你给他开睡 好吗 现在痛不了 现在也不痛的了 他 他 他也可能 最后和师父同话的机会了 请师父 慈悲 跟老人家开示一下 好吗 师父 我和我妈妈 你说一句话 啊 师母 你好 你好 我未见师母主 呵呵呵 包括灵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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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 老妈妈 你现在记住啊 你好好修啊 菩萨 菩萨会保佑你的 明白了吗 哦 啊 啊 你现在如果 如果现在年纪大了 一个人的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小的肿瘤的呀 这不稀奇的了 你不可能呢 你想想看你脸上都会发出来一个疙瘩一个疙瘩 对不对啊 怎么救你啊 你今天不是还活着吗 喂 啊 听着 师父在听着 啊 妈妈听着 你跟他讲啊 如果不痛 也不一定要动手术的呀 跟医生说这么大年纪的保守疗法也可以的呀 听懂吗 啊 听懂了 现在带妈妈在看中医 对啊 又没有生癌症咯 肿瘤嘛 身上每个人身上都会长一些些 一点点的呀 你脸上都会长疙瘩 身体上都会长东西的呀 你外面能长里边也能长的呀 只要不要变癌变们就好了呀 听得懂了吗 啊 师父他就是查出来不好 是恶性的 噢 恶性的是吧 噢 那他可能要动手术了 嗯 那跟 那跟他 那跟他过去吃的东西有关系啦 过去吃的东西 嗯 噢 你因为你要知道恶性的话 恶性的话 他只要不扩散 也死不了人的呀 很多人走 活了很大 走的时候身上好几个癌症呢 有什么趣趣啦 听得懂啦 听得懂啦 听得懂 嗯 师父听得懂 你想想看 比方说这间房子已经很老了 对不对呀 你说这个房子哪里不漏点水呀 这里嘛 水管不通啊 自己好好的保护好 对不对呀 你不一定全部拆的了 全部拆了你造新房了呀 好了 喂 你好 没错啊 感恩关心不算感恩师傅 师傅 我带耳机 嗯 喂 师傅 哎 请讲 哎呀 好想师傅 打得好 好奇 好奇 感恩师傅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嗯 我先做个分享 就是2019年 3月24日的一个节目问答的时候 我分享过一位 扫马路的华尔工人 他梦见了头上的梦境 师傅当时听到分享的就说 嗯 你告诉他 他很快就会在工作了 并且等他在工作之后 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现在一年了 我反馈一下他的情况好吗 师傅 嗯 好 嗯 当初师兄把师傅的开始告诉他 将来可能会算工作 他说 他说自己不可能 自己没有文化 又没有本事 嗯 算工作怎么可能呢 如今一年过去了 他虽然并没有换工作 然而在今年2020年3月份 他们公司被当地的一家国企收购了 他还是原来的岗位 少少的还是原来那条马路 工作内容一切都没有变化 但是公司涨了600多元 真是菩萨慈悲 虽然没有换工作 但是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 哈哈哈 这时候很发起来 他他也很努力了 嗯 嗯 他虽然没换工作 但是公司换了 然后 在这一年期间 这位师兄一直坚持许愿念经放生 听师傅的法会开释和白瓦合法开释 自己的身体渐渐好了很多 以前 以前的老胃病也好了 身体的其他毛病也有所好转 自己也明白了很多道理 他老两口一直牵挂着儿子的婚姻的问题 去年儿子也找好了对象 去年是他56岁的关节 他过得很辛苦 今天念的很慢 小房子能念的很艰难 可是无论多艰难 他都一直在坚持 念证功课和小房子 并在菩萨和师父的保佑下 顺利度过了56岁的关节 童兄自己受医后 还和随缘度化了身边的同事 现在已经有两位同事 跟他一起学佛念经 他们一起边扫马路 边念经 或者听师父的开始 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很开心 今年因为疫情 在老家 小房子明显跟不上 回来上班之后 身体各种疼痛 下肢水肿 但他没有放松过一天 每天念经念到分业 经常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他一直很感恩菩萨和师父 一直很努力的在修行 也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加持 对于师兄能够找着看护 这些都能广度有缘 师父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师到立观世音菩萨 请诸佛菩萨 人先父法菩萨 请师父执的原谅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这不是换工作啊 换个公司的话 不就是换个工作啊 一样的 对的对的 菩萨真的很慈悲 他身体一直不好 他以前医院 女人到医院检查 医生的检查不出了什么问题 各种疼痛 现在好了很多 对啊 很好 对 心里话我们真的太明白了 他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师父 他现在浑身呢 就吓死水肿 有点肿 然后疼痛 对他过年的时候 从老家回来就年休息 直接干活 人家好几天 你休息 就一下 就像这个症状 然后他就一直很痛苦的坚持著 师父你也给他加持一下 要吃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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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吃药的 他里边 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稍微看了一下 他的脚啊 血脉不合 根本血下不去 所以水肿呀 哎呀 师父你太慈悲了 感恩师父 但是他吃单身茜 还要吃药吗 对呀 活血化鱼了 然后平时 在家里把脚要翘起来 要多泡泡脚 哦 哦 好的 好的 我让他听说 他感恩菩萨感恩师父了 嗯 师父接下来想请教师父几个问题 就是有一位新童就念经来 每次把所有的经文点到空白小黄震的时候 会看到圆圈的旁边有绿光 在小黄震圆圆上面的四种经文 名字啊 旁边是金色的光 而自己的名字起来去也是金色的 他这种情况呢 是一直都有 他想问一下师父都怎么回事 这就是他眼睛看的一件点东西啊 金色的光都是好的呀 嗯 好的 那个绿光呢 绿光也可以呀 绿光你看啊 绿灯就叫你走呀 就说明你这个经文念的还可以呀 放通道呀 哦 好的 感恩师父明白了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有位老妈妈呀 她促存了一百多张小黄子 那因为某种原因呢 被不信佛的人拿走了 现在呢 没有办法拿回来 她能否跟菩萨讲一下 全部重新填血 然后再烧送 这样可以吗 应该可以啊 她被谁拿走了 呃 被被反正不信佛的人拿走了 哦 那那可以重新填 这个人只要不去烧 他就可以再填 明白了吗 哦 那她这个又念念你佛吗 这个事情 这应该不要的 这个 谁的业障谁自己背呀 你不会不念经的人 不懂得小房子怎么用 你拿了也没用啊 拿了之后你反而倒霉呀 因为灵性跟着你呀 你不烧啊 他自己这种人 肯定自己有灵性的呀 你如果把他的小房子 你点了你自己烧掉了 他那个空白的小房子 那个灵性就跟住他 就搞他了呀 他接下来嘛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出车祸了摔倒了 要么就生生病呀 啊 好的时候感恩师傅 这个师兄之前也遇到一点麻烦 啊 然后 那种情况 就全菩萨和这种家族 他能够早就不管 啊 啊 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位新同修啊 他女儿是重病 然后 是四岁的小朋友 然后前一段时间刚刚往生 他呢 这位新同修呢 为他女儿训练 一千张小房子 和十年内放生五万条鱼 呃 现在呢 加上这些小房子 里面的和解缘的 已经送了八百多张 放生了一万条鱼 现在他女儿去了之后呢 他这个放生的鱼 也还差四万条 呃 他还 他想问的时候 还要继续放完吗 因为他的经济权量实在是 不好 家里面都不相信 所以他就是一个人 老公也不给他支持 所以他想问一下 要不要放下去 算不算委员 像这种情况嘛 有没有跟菩萨许个院 一定要完成的 只是说时间问题啊 只能慢慢的放了 有的就放一点了 有的就放一点 用不着这么着急了 好吧 嗯 那我让今天师傅的开始 感恩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嗯 嗯 您之前不是在白话话里面讲过 六根六成六十吗 嗯 就是现在我问 想请教师傅 就是都错六根之后 不受五六成的染泽之后 是不是就是不造新业了呢 应该是啊 啊 你在改变呢 怎么会造新业呢 那都错六根 那都错六根 然后造建五云结空啊 是不是并不代表他的就业消了 只是说他不造新业而已 你经常造不造新业 你经常做善业 很快的消就业就消掉了 哦 其实还是要 要做做善业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肯定了 那从都错六根到五云结空 都是一个逼近关系吗 师傅 是啊 都错六根是首界啊 五云结空那是境界啊 听不懂啊 哦 师傅大话讲的我们看了 不是很懂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最近讲的文化话 都是非常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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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近讲的 那几期首界的问题 都很深很深的 很多大丁里面的内容 要多看 要多看 大丁里面的内容 要多看 真的很好很好 可能说 还有问题就是说 你讲的 我们经常讲功德无量 还有无量的福德 这个无量是怎么理解呢 这个字 无量无边嘛 就是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啊 无量嘛 就比方说你做好事 做善事无量嘛 就是做很多很多好事呀 你吃东西无量嘛 就是说你不计口呀 什么都吃呀 呵呵 不一样啊 明白了 那我们经常说 随起功德 功德无量 这个也可以对吧 对啊 随起功德也是无量呀 你做完了一件 你不做了 那叫有量呀 无量就是你一直做下去呀 明白了吗 好的 感谢师傅出了一件事 师傅你 我们经常说的 一句话说 淫善不如天善 这个天善指的是因果吗 这个 天善嘛 天善呀是 玉皇大帝管着的呀 哦 那你说 你说菩萨 因为你是学佛的人 学菩萨的人 嗯 他就由菩萨和天官 和那个护法神管着的 护法神管管不了了 老了就交给天官管了呀 天官管不了就交给地府管管了呀 听得懂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是个干部 你干部犯错误 组织上先管你 组织上管不了的话就交给群众监督 群众监督再管不了就把你交给有有关执法机关了呀 哦 明白了 事后自己开始 太好了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呢 我们都是在看那个视频讲座和那个百二号号码 现在明显的感觉到 似乎讲的 是深度是大大的比以前深了很多 嗯 这是因为菩萨和师父对我们要求的提高吗 请师父开始一下 莫法是去了呀 你学佛你必须要生了呀 你不能什么都听不懂啊 你不能永远就是说 啊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这个是一个道理 但是问题你必须要理解佛法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感恩师父 现在我们要好好的提升进去 跟上师父的步伐 啊 很厉害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就是 影学班二号码里面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呃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有来人他是天性很善良 语言和善 会做很多的善事 呃 然后我们修庭呢 就算是通过慢慢的修庭之后 才会呃 达到这种情况 就是语言和善 也会做很多的善事 这两种情况有差别吗 这种 代表境界是一样嘛 慢慢的改和马上改 都有差别的呀 一个叫盾雾 一个叫建雾呀 哦 那他天生就是这样很善良的 什么 如果有的人天生就很善良 然后 每个人都善良的 哦 啊 每个人本性都善良的 只是你 接触的环境造成你的 对你的那个 本性的污染呀 哦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问题比较长 我大致讲一下 师父 你讲的解脱 呃 用功也不能解脱 信仰也不能解脱 解脱就是用90前的佛性 产生出了一种空性智慧和剥弱 来影响你的阿里耶识 和你的摩朗斯 慢慢的 进入你的低略意识 感光意识 慢慢的你会懂得苦苦无常 这个 这句话好像很空洞啊 是很深奥啊 你能再讲 像这个你最好写过来吧 我让法师 我让我的法师给你 是地质法师给你 给你解释吧 因为在广播里面 你讲这个 很多人也是跟你一样 听不懂的呀 好的好的 我知道 还有一个我个人的问题啊 我就是有时候 就是有很多师兄嘛 他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 或者是家里人生疾病啊 但他们家里人也不休 他很想打 出了变化 他就知道 帮他打 这个情况 我们怎么打过这个尺度呢 你不帮他打啊 感觉又不慈悲 帮他打呢 他们家里人也不信 也不休的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随缘了 你实在打一次打 不能听了 就只能放弃的呀 哦 好的 那如果家里人 他不相信 哦 要放要放 救不了的呀 无缘众生太多了 好的 那我感谢师傅自己探设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傅 你也保证事情 师傅我看的特别 还有两个问题啊 请教你 师傅您好 感恩观世音科大 感恩师傅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祝您节日快乐 也就是东方台的师兄 节日快乐 你们都太辛苦了 全年都无休的 呃 师傅我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就是我们在帮助 我自己的一个疑惑 就是我修行八九年了嘛 我也是 利用三大法宝 帮我父母过了三四个 生死大关嘛 最近我又在帮我父母过一个关 呃 前几天就梦到一个 非常清晰的意念告诉我 他说 那个 我每帮我母亲过一个关 我母亲对我的态度 就会差一次 目的我很疑惑 为何帮了母亲 母亲 还会对我态度差呢 全师傅 解释下这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了 你欠你妈妈的呀 哦 我也有感觉 你欠你妈妈的话 你帮她 你帮她一次 她 你虽然帮她 帮着她一次了 她不开心啊 她觉得你 帮的太少 还要继续帮 你还的太少 你继续还要还 就这样了 哦 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我们的原本 越来越越差了 我举个简单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对不对啊 你这个你这个 你懂的呀 你比如说你 你比方说 你欠人家 十万块钱 你每还人家 一万块钱 人家就恨你一次 你欠我二十万 你为什么每次 是还这一点点啊 我觉得还的还不变 所以她不开心 对啊 因为没还完呀 你比方说 你欠人家二十万 你一次一活 就不算了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要不是师傅开始 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嗯 嗯 还有就是 嗯感恩师傅 嗯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每次放好生养 就是会 有的时候会大放生 会放很多黑鱼 和鲫鱼嘛 就会做 就会做梦梦见 呃 放生那个场景 然后 就会梦见周围 会有一些地龙 然后梦里 我就去上那个地龙里 把地龙给 把给它拔下来 然后把鱼都给放出来 其实现实中 我只是让别人带放的 我没有去 亲自去 但是我就会梦到这个场景 所以有很多鱼 我就把鱼朝那个 河中心赶 就是 真怕被别人捞到 但是提示我们 放生的地方不好呢 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样啊 嗯 你如果 你如果一直做梦 做到你在放生 不是蛮好吗 啊 我一直经常做梦 放生 而且都是放很多 很多黑鱼 整个湖里都是我放的 黑鱼啊 鲫鱼啊 因为我平时也都会 食言放的比较多一些 嗯 但每次放好了 就是自己食言放的时候 也做了很多好的梦 那就是 你请别人再放这种 大放生的时候 就是说梦梦间 去捡地龙 去捉鱼 去把这个 嗯 好的 那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就是放生的反应不是很好 这个都没什么问题的 嗯 嗯 师傅您最近的白话合法 开始 那个视频开始 还有广播讲的都太好了 嗯 因为中学法学 真的很开心 很厉害很厉害 嗯 我们都一起学习呢 呃 师傅真的是 以前我们也经常看白话合法 也看了六七年了 白话合法 但是总觉得就是没有 没有穿起来 就是不能做到融会贯通的感觉 现在您这样一讲的话 我们就觉得好像慢慢的穿起来了 可能也有了一定的滴垒了 就慢慢的穿起来了 非常感恩您这段时间 一直发 很高开始 让我们真的看得很过瘾 很惊慌 对啊 了解你要好好学的 因为有些东西都是 有些东西都要好好学的 明白了吗 对的 要好好地去悟的 而且要实证的 嗯 那师傅还有时间吗 我就有一个疑惑啊 就是在最近的学的观众中碰见一个 七星的问题 啊 还有一个神通守护功德的问题 我师傅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快点了 快点了 讲吧 啊好不好意思 就是师傅您在最近的白话合法广播讲说第二集 真正的解脱是无相提到修行 不要禽离也不要七星 呃 看了师傅的指的例子 我还是我们还是不能理解 这个何为七星 师傅能具体开示一下吗 就是七星 啊 七星就是你不要欺负自己的本性啊 你比方说你去骗人家的时候你不叫七星啊 啊 就是欺负自己的本性和良心的意思了 就是啊 你今天为了赚钱你 昧着良心去做事情就叫七星啊 啊 明白明白了 我问你就是欺骗自己的内心就是啊 这个事情没有没有功德了 我觉得有功德 我比如说然后还欺负自己骗别人 是不是也是给七星有点关系的 对啊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有点关系的呀 好吧 嗯好的好的 嗯还有一个诚实守护功德 师傅以前没讲过这个诚实守护功德 我们就讲一下功德不要有漏啊 用心就是做功德 你们说过诚实守护 为什么要用诚实来守护这个功德呢 诚实一个人不诚实的话 你的功德能守护不了 你会漏 好了 你这个人做人做了很诚实的话 你才不会漏啊 对不对啊 你如果这个人不诚实的话 你一会吹牛一会撒谎 你的功德你还藏得住了 哦好的好的 那和前面的亲戚也是有联系的了 就是要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内心和本性 都要做事都要靠自己的内心本性来做 对对对 可以所有功德 嗯好的好的 那师傅是不是时间不多了 哎差不多了没没时间了 好吧 啊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好 嗯 嗯 祝师傅能工发生理发体恩康 好再见 好再见 好 我们爱您 好 再见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给大家网络就会派到市場 做好 今宵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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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快乐 可以来便利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